接着一个问题 他说你曾经说佛法不利是法 佛法不坏是法 这个话不是我说的 这个话是佛说的 佛在经上说的 我不敢说 但是在我来看 运用在现实生活中却很困难 因为固自的追求就不一样 佛法求心尽心 而事法求追求五欲六成 这中间怎么会没有矛盾呢 又比如你曾经说随缘 是指随胜佛法的道理 而非随顺人情 可是事实上 这是一个充满人情的社会 在处理事情时 如果随胜佛法 而不随胜人情 在别人看来往往不敬人情 使周围的人利弥而去 而这又不是佛教导人 运出的境界 而先开始 这个佛法跟事法 你没有能够把它辨别清楚 你如果把它搞清楚了 你这些问题 你这些问题疑惑就没有了 如果要是说 佛法跟事法是二法 慧能大致讲的很好啊 二法不是佛法 什么是佛法呢 佛法是不二法 你懂得什么叫不二法了 你才真正了解 什么叫做佛法 事法跟佛法不二啊 事法跟佛法是一样 这叫做佛法